HELLO 大家好,有看我之前短片的观众,都知道我近来换了一部大小小的蒸焗炉,就是Panasonic NUSC 180W 我打算新机第一机就做这个沙姜烧焗鸡翼,我很喜欢沙姜烧汁的味道,有少少姜味,但又有少少咸咸和甜甜的,这个汁真的很好味,所以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材料方面,我准备了鸡翼,麻油,沙姜烧汁,一支沙姜烧汁我在Donky买的,另外还有粟粉和糖,我煮鸡翼就习惯了剪走两片脂肪 因为鸡翼和鸡皮吃,确实是高卡路里,所以我就尽量剪走这些脂肪,心理上好像好过少少,剪下剪下都剪出那么多脂肪,这些当然就丢掉了 之后就开始调味,我首先加沙姜烧汁,份量真的随意,完全是看你想要的咸淡度 之后我就加粟粉,等人家的调味料可以包在鸡翼上,令它更入味 另外我又再加些糖,可以吊起沙姜烧汁的咸味,加些麻油,令它更香和更滑 将所有调味料和鸡翼搅匀之后,就放在这里,等它慢慢腌至少30分钟 让沙姜烧汁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慢慢滲入鸡肉里 这么快都腌了30分钟,我就准备定一张焗炉纸放在烤盘上 倒入鸡翼进烤盘里,然后慢慢排好它,皮香上 我这里有9只鸡翼,我就用3乘3的方法排好它 留下底部的沙姜烧汁,千万不要浪费,我用掃将它掃到鸡翼的表面 之前有观众问我,用蒸焗炉去烤鸡翼,中途需不需要反一反去呢? 答案是不用的,我做过很多次,整只鸡翼都熟透,肉还好滑 现在的温度是28.9度,不如我们顺便查一下这部中P 将它预热到230度时需要多少时间呢? 我首先按左右键,将蒸焗炉调到敲焗模式和需要预热 然后按确定键,再次按左右箭嘴,调到我想预热的温度 我今次焗鸡翼会用230度,再按开始键,蒸焗炉就开始预热 我现在就利用计时器,记录一下将中P预热到230度时需要多少时间? 有答案,大约需要6分40多秒 预热完成,就可以将鸡翼放入蒸焗炉里面 再按右箭嘴,将烤焗时间调调到22分钟,再按开始 慢慢洗回刚才的碗,20分钟又到了 我打开的炉盖,完全是4D的效果,除了色香味之外 还听到鸡翼仍是杂杂的在里面煎 我都不说太多了,快趁热上碟 我自己是贪方便的人,煮食最好就简单 所以我常常在当天买日本酱汁去试 而一只沙姜烧汁是我近来很喜欢的味道 除了今次的鸡翼,我也试过用沙姜烧汁去腌猪扒 味道真是顶呱呱 我今次用这个蒸焗炉去烤鸡翼 鸡翼里面全熟之余,肉仍是很滑 肉汁保持得很好,有兴趣的观众又一起去做呀 最后多谢大家收看我今次的影片 除了这个YouTube频道之外 我还有一个IG、Facebook专页 和一个OpenRise的帐号 欢迎大家进去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和饮食的点滴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